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仔细看 说他们是黑手夫妻并不为过 因为先生本来是修车的 而太太曾经是工厂作业员 但是这位修车的先生不止修车 他也喜欢手作 而且他有手作艺术的天分 而太太不只是作业员 他同时有阅读和写作的兴趣跟能力 而这对夫妻经过讨论 重新发现了动手作的珍贵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重新调整生活 同时他们也发现 原来降低物质欲望 才是富足生活的开始 我这书用的东西我就叫作品 把旧的东西再改装过 还回到生命原点 我就来再利用 那就是我的作品 我的成命不好叫 所以私恰量 你要转换台语就不好叫 那小朋友就比较会起绰号 就说这样 你如果跟别人说话 跟别人说话 叫做恰如好 小时候那个爱打架的小孩 现在是个环保艺术家 是以前荣卫社会那个女 要拉车 那是这个意思 一根的牛二 它这个是用我们台湾的赤脂 砌底下来拗起来 别人当垃圾的东西 它当成宝捡回家 开始拼拼凑凑研究组装 这些也许可以做成一盏灯 它是一个动力的叶片 它里面也是蛮精致的东西 你看起来它就是很不规则 但是它配了这根牛二 它叫做很特殊的 在当艺术家之前 其实它当了50年的黑手 恰古阿尔小学毕业 就去学修车 黑手是贫困少年填饱肚子的 无奈选择 它很少买衣服 身上的汉衫 是妈妈一针一线车出来的 剪的时候比较费尸剪 这家比较厚的 妈妈就差得比较近 这差一株啊 上一代靠着卖凉水养活一家子 84岁的妈妈现在还自己做衣服 恰古阿尔的太太阿末常陪在身旁 这个习惯从40年前 嫁过来的时候就开始了 不是刚才吃来就好吗 不是这样吧 这样你吃得要咖啡 好 阿末也走过困乏的青春 国中毕业后 他离开农村为生活打拼 40岁之前 履历表上的工作经历 是帮佣保姆成一场作业员 苦过来的人特别懂得珍惜 这块布是朋友手上 大概压了二十几年吧 一直都没有人使用它 所以我就在想这块布 我应该要怎么用 而且做出来的衣服是人家愿意穿 而不是你只是把它缝成衣服 然后还是没有人喜欢穿它 但阿末心里一直有个缺口 他喜欢阅读 写写东西 梦想当个作家 不过刚结婚的时候 现实逼着他 不得不把笔放下 那时候感觉委屈 是因为会觉得 好像先生不懂 有很多事情他是不懂的 不拿笔改拿板手 阿末也成了黑手 加古阿当时经营一间汽车修配厂 在人力最缺乏的时候 阿末边帮忙修车 边打理家务照顾孩子 我小时候就很想要有一个 就是长发飘逸的妈妈 穿着洋装 可是因为毕竟家里 跟着爸爸在做汽车修配的工作 妈妈没办法打扮得那么漂亮 然后也是因为要工作的关系 所以她把头发剪得非常短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年 她来学校帮我送便当 然后同学就笑着 也没有说嘲笑 可是他们就是说 那是你爸爸吧 就像那个年代 许多伟大女性的缩影一样 阿末为了家庭全然奉献 那时要帮人修车很不容易 许多检测工作都像走钢索 她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把车子顶高之后 在上面空转 我每次在那种状况之下 我听到那种引擎空转的声音 会让我极度的恐惧 几乎就是会崩溃 我会害怕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 不晓得那个发生的 会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住家的客厅就是修车厂 恶劣的环境 让两个在成长中的女儿 没少受过伤 长久下来的工作压力 夫妻俩都到了临界点 我以前坐这个修理 修理车修理到一阵子 那听到电话铃响 我胃就痛 拼家计的操劳 让原本纯朴的恰瓜 开始放纵自己 沉浸五光十色的生活 以前坐修车 那你说每个人 会习性蛮多的 真的 我说会习性蛮多的 以前的人都是这样 因为你在压力过大的时候 你要怎样来消钱 就是有一些会习性 你也有吗 我什么都有 直到有一天 一个从事艺术的朋友 刚好来修车 他的一番话 让恰瓜走进手作的世界 他来这里修车 他就看着这个东西 就是提醒我 你这个东西不要做灰铁 只有卖灰铁 你这个东西 人家已经有设计过的 你看你怎样来串 白天修车 有空的时候 他就开始拼凑手上的 废铁零件 修车剩下的废料 与刷离合器 都是创作元素 以前的左座 真的是来得都很不容易 所以我是不舍 没有 再强调我有多棒 但是我就在安住 我的内心的不舍 也是传达一个 让灯 也让人类有光明 跟温暖的感觉 就连爸爸睡过的枕头 恰瓜也拿来做成灯罩 会特别珍惜手边的物资 也跟他的童年经验有关 小时候爸爸用的 就是震撼教育 教儿子道理 在读小学的时候 我家是卖能营的 爸爸有一支 那种再压柠檬的 柠檬的气剂 那我小时候就是 很不小心啊 把这个气剂洗一洗 就把它那个过滤网啊 在水桶里 就把它倒到 那个排水沟 当时爸爸的处罚 就是要孩子 亲自解决问题 他卷起裤管 摸黑到排水沟 捞了好久 那排水沟 有一个人 大人的一个人的深度 他就说 你如果今天到晚上 你要去把它捡回来 你如果没有捡回来 你晚上就不能吃饭了 小时候听到不能吃饭 是很可憐 你要去哪里讨食 担心饿肚子 小男孩只好拼了命地找 这个教训 让一个人在五十几年后 还记忆鲜明 我找到就大声哭起来了 在哭的时候 站起来才知道 我的膝盖已经都受伤了 因为你知道那个排水沟 都有一些玻璃碎片 有一些是盖子 那种铁片的东西 曾经狠气爸爸不尽人情 直到几年前 老人家生病过世 恰无二才体会 爸爸的用心良苦 没有被人家催促 没有被人家挤压 你哪来的智慧 这就是绕在心里 就是很明显的 因为尽量尽的都尽不掉 思念的时候把灯点亮 好像也能得到一种平静 你刚才在冰头 刚才有靠着这枝筋 我就把这枝筋来串人 爸爸的枕头 感觉有时候想到夜中 我就缠绝了 转到灯 就可以跟他谈心了 感觉这样也是一段 让我心会安定 还有怀念爸爸的一些东西 需要安住自己内心的人 还有阿末 二十多年前 他拉着先生上山 这个离阿末水里家乡很近的 露骨三间小屋 是他逃离现实 喘口气的地方 就是回归到最简单的生活 而且我喜欢过古早人的生活 我喜欢烧菜 我喜欢挑扁担 喜欢从野地里面去找食物 我喜欢这些 我觉得这个部分 如果没有好好的去体会的话 很可惜 夫妻俩亲手打造十平大的小屋 地上的十瓦 是从家乡废弃猪圈搬来的 朋友听说两人在山上有块地 还盖了房子 还以为是有花园造景的民宿 来过的人都大失所望 阿末你 你那都烘起了 我说他不是 现在烘起 他一定都是很烘的 我会觉得 我喜欢的是这样的状态 后来几乎不特别整理了 杂草茂盛盛的地方 正好方便恰无啊藏宝 那么黑 它就营养分就很高 到处收集来的破铜烂铁 汽车废料 家里堆不下 就通通藏到这儿 这时的汽车废料就像孩子王 细数眼前的宝贝 眼里闪烁光芒 看有什么 就找什么 像这个 这个刹车盘 它是做底座最好的 它蛮重的 你看哦这样 我一摆你就看得出来 它就要一个钥匙出来 恰瓜从小在都市打滚 来山上他学会和大自然共处 学着用同理心看待天地万物 有这次我就是要来拿东西 把这个蜂蜂搅开 我就先把他拥拥 让他盯着 结果一把爪就在这儿 开始要在这里冬眠了 偶尔不会干扰到他啦 因为我就把我旁边的东西 我就拿一拿 我翻一下 我还会砍桌上去 那他在这里也有栖息的一个地方啊 米国可以吧 探完草 恰伙阿会陪阿末一起走走 头几年阿末来山上只是放空 后来渐渐察觉 原来山林有种疗愈能力 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首先安慰到的就先是自己 而且我觉得当你要认识 你生活的土地环境的时候 你首先你要去认识你的环境里面 就跟你共同生活的环境里面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样的生命 这里水气丰沛 蕨类长得特别好 这里也够荒凉 可以让他尽情观察植物生长 他学着拿相机 记下每一个感动时刻 这些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 他需要记住特征 有特征的话我才能够去 从图鉴里面找到他是谁 因为我是这么的渴望认识他 所以我到后来 我想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拍照 山林滋养灵感 他也重新开始写作 用文字抒发对大地的感情 当你知道有这么多 这么可爱的小生命 跟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想要去做一些 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仔细地考虑 我们不会那么贸然地行事 这个阿嬷籍古董大造 从老家搬到山上 有五十岁了 几年前这里终于有了电 但水还是要到野稀里打 在这里其实没有比在家里轻松 我一样是坐得满身四汗 然后全身都会脏乱这样子 可是那个内心的平静 是不一样的 他们暂时忘掉山下为家计拼搏的辛劳 让劳动回归人类最原始的需要 也看到自己踏实生活的初心 就是全部用五节绑的那个筋上面的叶拓 然后就可以就可以做一把扫把了 现代人被商业模式剥夺了行为能力 他们想做点改变 屋内的一切不是回收来的 就是自己做的 第一次绑绑的不是很好 会松掉 像这个会松掉 有些过时的东西 现在还想拿出来用 是简朴也是感恩 我们家没有什么田产 然后都靠爸爸的一生的力气 他就帮人家挑农产品 这样挑一探香蕉多少钱这样子 然后把我们养大 米狗最喜欢进来了 我的扁蛋呢 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代 那个年代没有 就是也许物质比较匮乏 可是我们感受到的 还是很丰富的生活 要挑去哪里呢 好了放下来 好了到了 可以出来了 可以出来了 出来了 你还坐在里面 这二十年来 夫妻俩尝试两杯清茶 闲话家常 没有物质享受 却富足了心灵 我们可以互相分享 然后也可以互相支援 就当我对一个什么感兴趣的时候 他也会一起参与 而且我觉得来山上 一定要两个人才好玩啊 我以为生小小的 生小好 小好看 因为他的角度 可以怎样来搭配 这个纯粹就是工业风 这个纯粹都在梯子 这两年 恰果阿把修车厂关了 全心投入创作 越做越有心得 你怎么做的呢 刚做好的 你先说 这张文在那里拿回来啊 它可以再抛光吗 不要啊 就这样啊 我就把它切 切那个保护器就好了啊 挺可爱的 恰果阿笑说 这个家就自己最没艺术细胞 现在被人称呼艺术家 还是浑身不对劲 以前太太也的确 没少批评过他 因为我总是用我自己的角度 去看他做的东西 我会嫌他做的不够细腻 我会跟他讲 你不要这样子做嘛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他通常不争辩 只笑笑地带过 反而给阿末空间 重新找回自我 这几年 他除了和婆婆 一起手做就医 也把自己对山野的观察 和实践生活理念的过程 仔细记录下来 出了三本书 原了当作家的梦想 有一天我醒悟到说 像我在书写 他从来 他每一次我书写完一篇 我写完一篇 完成一篇文章 他都会仔细地阅读 他是我第一个读者 他都会仔细地阅读 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 应该要怎么写 不应该怎么写 夫妻俩一个温吞 一个急躁 另一半的迁就 让阿末点滴在心 也甘愿做出改变 他不太会讲什么话 他很少用语言 说服我什么 可是通常你跟他 一起生活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其他 不需要透过语言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他的诚恳 他的认真 他的负责任 所以慢慢地我发现 我不但没有改变他 反而自己是被他改变的 幸好他是一个好好先生 他也是被你嫌弃的时候 他也笑哈哈的啦 幸好没有被我影响太多 他还是他现在这个样子 恰古阿其实也偷偷被太太影响 变得喜欢阅读 夫妻俩学会彼此欣赏 先生的灯装点太太做的小白裙 不再冰冷 多了份典雅 他们的故事渐渐在朋友间传开 不少人鼓励他们开店分享理念 两年前这家人把住家改成店面 要传达的是珍惜和感恩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吐你吐气的 我坐下来 我说阿伯阿伯 你这个 你这样用心做起来的东西 你是怎么拿出来的 我说阿伯是我是一个传达 这个废弃物让它再延伸生命 因为阿伯不要生意也不要悔悼 我就做东西出来给你们看 废弃物利用的最高境界 是用过的免洗块也能当素材 这个栋子是我们外面 逛家头那边 有一个在买到外面 我跟他说 你栋子栋没用的时候 你把它收拾一下 等待我的水桶底 我可以拆起来 我才给你洗洗 箱子一条裙子就好了 一个朋友说过一句话 他说 面对生活要无所不能 面对大自然要有所不为 这句话我一直谨记在心 阿末后来想做的更多了 这几年透过不断的书写 他重新认识自己 其实未来还有无限可能 阿嬷喜欢做衣服 我喜欢做亮照 我也爱做衣服 然后恰瓜大哥的废材利用 然后加上小孩的 他喜欢美食 他做的甜点 以前是修车厂的家 现在是一家人 实现理想的地方 小小的杂货铺功能还不小 我们一个月大会 大约会有两场讲座 我们会邀一些农友 或者是对土地环境 有足够热情关心的人 然后来分享他们过去的经验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我不敢说什么是艺术 在这个两个字 我说我只会吃饭而已 吃到五十还是在 在写吃饭跟走路 他喂饱了我 我就会要很感动 有这样好的老婆 每天都有好菜好料理 这个人生就蛮幸福的 杂货铺平常也卖无菜单料理 阿末用在地小浓的蔬菜 烧几道家常菜 不做生意的时候 也喂饱一家人 我们所需不多 一点点就够了 你必须要放弃一部分 你一定要先放掉一些之后 你才能够获得 我 过去我也想过这件事情 我一直捏着 一直捏着就是仅仅手上所有的 可是你永远只有那一些 有许多事无关物质 从内在需求 思考生活价值 这条路坚持下去 也有机会改变下一代 当你出了社会 然后你看到 社会上很多状况 然后跟环境所面对到的一些问题 那你就会更觉得 你的父母真是 会真的觉得很骄傲 你跟着他们 跟了这么多年 然后在他们身边 即使你抗拒 可是你还是会看到 那你还是会学到 所以慢慢的 你会觉得他们做这些事情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人真正需要的没有几样 需要节制的只有欲望而已 明白了这道理 过的才是真正富足的生活 是自己动手做的概念 简单没有太多欲望的生活 那么真的是能够带来 内心真正的平静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带您看的是 一个女儿在面对失智的妈妈 她花了好大一番功夫 找回妈妈喜欢的口味 我就想说做一点 比较软嫩的东西 让她吃 那想到说 我们小时候吃的啊 这个豆腐脑啊 它应该是蛮适合的 所以我就下去试试看 我还换我来做给妈妈吃 我可以吃 因为我觉得你黑店 她是不小心 她是不小心 没有さい 如果还有她的吗 那么她的 都很容易 有点 办法 和牛排 她是不小心 她是不小心